中处在是民众团团营的日子 不过对浴室家庭的学生来说 是只要你有机会享用到一档大餐 为了帮助真爱向卡杜博六个浴室家庭 看到中处在保理典进泰国料理餐厅业价 获得爱心交代十五位中价以及学生享用泰国料理 最初也希望获花多社会先行团 用到来关心浴室家庭的生活 今天一楼包场全部你们的哦 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包场 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新兴兴供应放台的胡莲花 为了要接台育社家庭 入这非常用心 中处一楼的店面全部提供这些活动输用 因为我是普里人 我之前都在台中那边 年轻的时候都在外地打拼 趁这个机会有机会回乡来做生意 回馈我们普里地区的那个比较清寒的家庭 希望他们让他们知道说 有我们这些爱心人士在关心他们 让他们有自信心 有温暖 祝他们中秋节快乐 对女生的家庭来说 中秋节快乐享用大餐 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 这家因为爱心店家的帮助 小朋友吃得很欢喜 我觉得今天中秋节 让我来到这边吃饭 我觉得很开心 可以跟阿嬷还有姑姑哥哥 一起用餐觉得很开心 为了感谢爱心店家的关怀 小朋友准备很好的卡片来送给爱心店家 叔叔说谢谢你们 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关注我们 原乡部落的孩子们 因为原乡部落的孩子 因为经济上的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他们能够 像一般的小朋友 他们可以去外面补习 学一些才艺 可是我们原乡部落的孩子 他们没有这么好的经济来源 需要靠我们社会大众 或者是我们的企业 能够把这样的资源 带到我们的部落的孩子们 比如说有课后辅导的老师 能够进来我们部落 在孩子的课业 能够提升他们的课业 必须大家吃泰国料理 提早来传逗中秋節 准备这缘的孩子 在接受外改帮助的东西 也要用功策略 未来大伤数业优胜 也要回馈社会 帮助社会需要帮助的人 继续返王昆差红报导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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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